伙伴,快看呀,我发现这个蛋仔竟然脸上流着眼泪,众所周知,蛋仔派对中正常到蛋仔脸上都非常干净,快看呀,东东阳脸上很干净,崽崽崇的脸上也很整洁 伙伴们,什么?今年我竟然在蛋仔岛发现了一个脸上超级恶心的蛋仔 伙伴们,那个蛋仔的脸上竟然有一堆鼻涕伙伴 难道你们不好奇那个流鼻涕不会擦到蛋仔是谁吗? 我的妈呀,他的脸上都是鼻涕 伙伴,快看,前面是幻心屋 众所周知,蛋仔派对中的表情非常的多 伙伴们,伙伴们,这些表情都非常的好玩 伙伴,快看呀,我见过流眼泪的蛋仔,蛋仔脸上流着两行眼泪啊 伙伴们,这很正常啊,但是今天我竟然见到个脸上流着鼻涕的蛋仔 非常的恶心,并且那个蛋仔的鼻涕还不会擦 伙伴们,伙伴们,难道你们不好奇那个流鼻涕不会擦的恶心蛋仔是谁吗? 我来告诉大家啊 伙伴,快看,今天我收到一个爆料 蛋仔导要迎来另外三个国宝特工的联动啊 伙伴们,伙伴们,其中有一个国宝特工的联动 他的名字叫鹿小果 伙伴 注意看,他出现的时候脸上永远有一个鼻涕 这也太恶心了吧 你们看,白白的 一直在他的脸上 所以那个脸上流鼻涕不会擦的蛋仔就是鹿小果 你们知道了吧 快看 伙伴,他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脸上还是有鼻涕 所以啊,他就是最恶心的蛋仔 你们知道了吧 脸上都是鼻涕